那么尤其可贵的是李鸿章 在这个时候以一种非常坚决的态度 表明了他自己要创办龙生招生局的决心 他讲什么呢 他说 我被若不破群意而为之 病逝而生 后我而起者 岂负有此实力 这是李鸿章讲的一段话 他讲这段话是讲什么呢 他说如果说作为我们这些人 他很自信很自负 说作为我们这些人 如果不能够破除人们的一些成见 破除人们的一些落后的一些思想意识 是吧 病逝而起 我们不去创办龙生招生局 后我而起者 就是在我们以后这些人 他们就不会有我们这样的一些魄力和能力 再作为实力 就是见识与能力 就反映了李鸿章 有一种认识的一种勇气 敢于承担责任 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这么一种魄力 那么我所讲的这些内容 就反映出李鸿章 在创办龙生招生局的时候 他确确实实有一种 提倡创办龙生招生局的 有种提倡之功 这是李鸿章的一个功绩 或者值得肯定的一个方面 那么其次是李鸿章 对于伦生招生局的创办和发展 有一个什么呢 电款招股之功 为伦生招生局的创办 进行招股 做了一些工作 为伦生招生局的创办 提供了一些资金的支持 那么这个也是值得肯定的 那么在这个19世纪70年代初 有一部分创商 他是愿意投资于近代企业的 那么但是这些创商 由于各种原因 以中国之不能自立 就是怀疑中国自己 没有能力来创办近代的企业 因此这一部分人 往往是诡计于洋商 就是把自己资本 投资于洋商的这个企业 那么据李鸿章的了解 当时很多外国企业 他的大部分资金 都是华商 华资 那么李鸿章讲 说外国的像奇仓洋行 金利元洋行 华人股份居其打扮 那么这一部分人愿意投资的 是吧 他们害怕中国自己不能够独立的经营 是把他的资本附加到外国的洋行里面去 那么还有很多大部分商人 不愿意投资于近代企业 那么这个在当时情况呢 是很普遍的 就是后来轮船招商局 是吧 筹筹的时候 那么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 很少有人愿意呢 投资入股 你比方讲 当时有一个人 叫做胡光雍 就是现在有电视剧有讲那个红顶商人 这个 胡雪岩 就是他 就是当时胡光雍呢 和这个 这个 朱锡昂 共同受李鸿章之命 去组建轮船招商局 当时这个胡雪岩 是不是也是那个 为洋商积迹 不肯入局 而胡雪岩 又担心这个洋商 对于华商的嫉妒排挤 也不可能 这个这个 来投资到这个轮船招商局去 也说 当初轮船招商局 在击鼓的时候 在创办的时候 遇到了很多困难 是吧 面对着华商 中国商人 对于这个问题的 这种观望态度 面对着外国商人的 这种排挤 那么这个招商局的创办 最初遇到了很大困难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李鸿章 一方面 以北洋大臣的名义 是吧 去召会申商 告诉中国的这些商人 是吧 为轮船招商局 来妥为劝目 就是劝中国的 这些商商投资于招商局 那么李鸿章在官场上 他是有影响的 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那么就有助于中国的商人 投资于轮船招商局 那么另外 李鸿章还多次给了这个轮船招商局 以实际的 以这个实际的电款 这个支持 那么1872年 经过李鸿章的奏请 向清政府上奏折 那么清政府 允许了 经过李鸿章的奏请 怎么样呢 请召户部 核准 练想之前 借给 商 借给 苏浙 典商 章程 准 该商 等 借领 20万串 他讲了这么一段话 什么意思 就说呢 他是经过清政府的允许 允许什么呢 按照户部 曾经把 链赏的智钱 借给了 江苏 和浙江的典当商人 按照这个办法 是吧 允许轮船招商局 向清政府借款 20万串 就相当于20万两白银 干什么呢 以做社局商本 而视信于重商 就是清政府 借款20万串 20万两白银 给 轮船招商局 干什么呢 作为开办 轮船招商局的 一个资本 那么同时呢 是要视信于重商 就让众多商人看到 清政府都把 白银 是吧 把这资本 借给了 轮船招商局 认为轮船招商局 它是有这种 发展的 这种前途的 有发展前途的 是吧 使这些商人 才能够乐于 投资于这个 轮船招商局 是吧 那么给了 轮船招商局 以一个 这个电款的 实际支持 那么当然还有些人讲 说李鸿章自己 是吧 套腰包 自己解囊 投资了 五万两白银 是吧 入股招商局 那么对于 这个说法 那么学界 有些不同的一些意见 有的说这个说法 那是没有道理的 这是 这个不是事实 有的说是是 那么至于它到底怎么样 我们不去讲 那么但是 李鸿章对于 轮船招商局 在资金上的支持 是吧 表现的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李鸿章对于 轮船招商局的创办 给予了资金支持 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那么这是在 1872年 那么 轮船招商局 创办之后 由于它自身 经营上的一些不善 经营的不好 那么另外呢 是由于外国的 这个 洋行 是吧 外国的轮船公司 那么进行一个 跌价竞争 对轮船招商局 进行这个排挤 那么这样 轮船招商局 就面临着一个 非常严重的 一个生存困难 经营困难 外国轮船招商局 外国的轮船 轮船运输公司 那么从这个 轮船招商局 进行竞争 进行跌价降价 轮船招商局 生存发生了 很大困难 那么在这么一种 情况之下 李鸿章 在1876年 律其事将不知 就是担忧 轮船招商局 很难再坚持下去了 那么在这么一种 情况之下 李鸿章 再次为轮船招商局 筹集了这种 关款50万两 再次向轮船招商局 借款50万两白银 那么这笔款项 那么这个 使得这个轮船招商局 缓和了资金那种压力 是吧 解决了他一个 这个资金的困难 使该局气力为之一输 使轮船招商局 是吧 得到了一个缓和 因为什么呢 有了清政府资金的注入 这样呢 就帮助轮船招商局 顺利的渡过了这么一个 经营的这么一个难关 那么根据一些材料的统计 那么轮船招商局 一共向清政府借款 达到了14次 14次 14次向清政府借款 借款的总额达到了 190多万两 那么因此 李鸿章为轮船招商局 筹集款项 进行垫款 维持轮船招商局 运营 在这些方面的功劳 也应该说是功不可没的 那么正是由于 李鸿章的这种坚持 创办了轮船招商局 正是由于李鸿章的 这种各个方面的支持 使得轮船招商局 开始发展壮大起来了 那么这样 在这个1873年1月 轮船招商局 就正式成立于上海的 杨尽邦 南永安街 轮船招商局正式创办了 那么后来同年的8月 轮船招商局 那么迁到了上海的三马路 那么从此以后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 就出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企业 就是轮船招商局 那么这个轮船招商局 到现在还一直在存在着 因此李鸿章 在轮船招商局的 创办过程当中 有两个功劳 值得肯定 一个就是提倡创办 轮船招商局 第二个就是 为轮船招商局的创办 提供资金的支持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想讲一下这个 总办人员的身份与地位 就是轮船招商局的 这些总办人员或者帮办人员 他们的到底身份是什么 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地位 准备讲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都知道 这个轮船招商局呢 基本上采取的是 官都商办的这么一种经营方式 那么至于这个官都商办的 经营方式 它的主要表现是什么 那么这个学界 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 那么看来还是有分歧的 或者说有这个遗物之处 有错误的地方 那么有很多学者认为 清政府或者李鸿章 向轮船招商局 扎委一些总办会办 是吧 由这些总办会办 作为官方的代表 对轮船招商局 进行严密的稽查 进行严密的监管 说这些呢 就是官都商办的主要表现形式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 我有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或者看法 那么我认为 学界的这个说法 对于1885年以后的 轮船招商局 那么或许是正确的 那么但是呢 对于当初筹办 就是筹办之初的 轮船招商局 那么这个说法 我认为呢 它是片面的 那么因此 我们就需要 对于轮船招商局 在创办初期的 这些总办人员的 身份和地位 要加以一个分析 要加以分析 那么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轮船招商局的 这个官都商办的 这种性质 主要是表现在 清政府的官方 对于轮船招商局 总旗大纲 查旗立并 是在于清政府 对于这个 轮船招商局的 一种宏观的控制 宏观的管理方面 如果仅仅就 轮船招商局的 这个主管人员 他的总办呢 会办呢 帮办呢 就他的主管人员的 这个身份和地位来讲 1885年以前的 轮船招商局 基本上属于商办的性质 而不是官都商办 就是仅仅从 这些主办人员 主管人员的 他的身份和地位上来看 1885年以前的 轮船招商局 基本上属于 商办的性质 而不是官都商办的性质 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可以呢 做一些具体分析 那么1885年以前 以总办 帮办 会办的名义 出现的 轮船招商局的主管人员 主要有九个人 有朱祁昂 朱祁昂 这是哥俩 朱祁昂 朱祁昂 唐听书 徐润 盛玄淮 叶庭卷 张鸿路 郑观英 马建忠 九个人 那么这九个人当中 有些人 同李鸿章 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是吧 那么但是有一些人 或者说有相当一部分人 他在进入轮船招商局之前 和李鸿章之间关系很少 就是他们和李鸿章之间 没有一种什么非常密切的 一种什么政治上的 什么渊源关系 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些总办人员 之所以被李鸿章 委认为轮船招商局的总办 并不是 或者说主要不是 由于他们和李鸿章 有着特殊的私人关系 他们之所以被李鸿章 扎委为轮船招商局的总办 或者说帮办 主要是因为他们自身 所具有的一种经济实力 以及他们在商业上的这种声誉 你比方讲 李鸿章委派江苏的候补到 叶庭卷为轮船招商局总办的时候 主要是考虑的什么呢 是考虑到叶庭卷这个人 总办江苏海运局 他总办过江苏海运局 他有这种经历 那么以及叶庭卷 于洋务曹运各基宜 君甚熟悉 商局例病情形 一所塑案 李鸿章为什么要选择叶庭卷 做卢顺章卷的总办 因为他有一个总办江苏海运局的经历 对于洋务 对于曹运 这种事情 他都是很熟悉的 对于商局的例病 就是商人承办企业 其中的一些例病 是吧 他的一些管理经验 那他都是有的 是吧 那么有些人 后来被李鸿章扎委为 招商局的总办 是吧 是由于原来龙广舟招商局的总办的 他的前任的一种推荐 你不能讲 张鸿璐 之所以的担任招商局的总办 招商局的这个帮办 是由于原来招商局的这个总办 唐静书 去受命去专办开瓶煤矿 唐廷书不再做 卢人生张神局的总办了 他要去督办开瓶煤矿 是吧 那么另外一个张神局的一个重要负责人 徐润因为丁优要回家 没有人了 是由这个唐廷书和徐润 两个人会贤 联名 向李鸿章来保健 这个张鸿路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下 李鸿章采取任命张鸿路 接任了轮船招商局的这种总办 那么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轮船招商局的这些 九个总办当中 有些人同李鸿章有密切的关系 有些人同李鸿章并没有这种 非常密切的这种特殊的人事关系 那么下面我们讲三个人 以这三个人为例 来分析一下 这三个人为什么会 被李鸿章委认为轮船招商局的总办 那么第一个就是朱祁昂 那么第二个呢是唐廷书 第三个是盛玄淮 我们选择这三个人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为什么选择这个朱祁昂 那么朱祁昂是组办 轮船招商局的第一任总办 他是最早的 之所以选择唐廷书 是由于唐廷书在这个 轮船招商局创办以后 一直到1885年 在这段时间之内 他是任职最长的一个 之所以选择圣玄淮 是由于圣玄淮 他同李鸿章的私人关系 是最密切的 我们选择这么三个人 来做一个分析 那么朱祁昂之所以被李鸿章 委任以 组办轮船招商局的这个重任 当然和朱祁昂 曾经捐过清政府的一个后部支付 同他这个官职有关系 朱祁昂呢 这个曾经捐钱 捐了一个清政府的一个后部支付 是一个从赐品的一个官员 就是李鸿章之所以要委任朱祁昂 同朱祁昂的这种官方的色彩有关系 但是更重要的还有三点原因 哪三点 首先一点 朱祁昂是出身于沙船的世家 祖祖辈辈都是做这个沙船业的 那么因此这个朱祁昂 不但同国内的一些洋行买办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有这种经济联系 而且呢 习之洋船西境 而且呢 熟悉南北各口案情形 就是朱祁昂啊 就是他不但有一个官方的一个色彩 他还有一个长期的 是吧 这种在洋行当中 在这个沙船运输业当中 他有他的一个经验 是吧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朱祁昂已经成了为什么呢 成为这个殷商所深信之官 就是一些富商大姑 是非常信任朱祁昂的 是吧 那么正在这么一个情况之下 李鸿章决定选择朱祁昂 来筹建伦川招商局 就是朱祁昂他在商界当中 有他这种影响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朱祁昂自身除了经营这个沙船运输业之外